和威瑜一起看世間 大家好 李克強猝死引發了各種猜測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李克強是被死亡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在中共歷史上 另一個類似李克強之死的案例 也就是羅瑞卿之死 羅瑞卿曾是中共首任公安部部長 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國務院副總理 中央軍委秘書長 總參謀長和國防副部長 羅瑞卿被打倒是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 中共黨內高層內鬥的一個重要事件 牽涉到兩派人 一派是以毛澤東 林彪為首 另一派是以劉少奇 鄧小平 賀龍為首 為了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必須先拿掉劉鄧掌控的中央書記處 拿下彭羅 陸陽等人 並且讓林彪背了打倒羅瑞卿的黑鍋 羅瑞卿從1949年到1959年一直都擔任公安部長 幾乎是毛澤東走到那裡 羅瑞卿就陪同到那裡 因此羅又被稱為毛的大警衛員 也不斷受到毛的提拔重用 毛澤東還說過 天塌下來不怕 有羅長子頂著 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 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因為羅瑞卿身高1米8出頭 毛澤東就給叫出了這麼一個外號 所以在外界看來 羅瑞卿對毛忠心耿耿 毛又怎麼會加害於他呢 而羅瑞卿出身紅衣方面軍 是林彪的老部下 林彪當時身體不好 挑選了自己信得過 又能辦事的羅瑞卿來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 這樣他自己就只需要掌握重大的方針決策就可以了 從1962年秋天開始 林彪舊傷復發 有時十分的嚴重 不得不請假養病 軍委的負責工作就落到了排名第二的賀龍身上 羅瑞卿自然就跟賀龍走得近了 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權力格局 這樣羅瑞卿和林彪工作上的矛盾就被毛利用了 毛對羅瑞卿真正不滿呢 是因為他跟劉少奇 鄧小平以及賀龍走得太近了 劉少奇和賀龍的事情我們都做過節目 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翻來看看 有一次毛曾經問羅 如果我退居二線 第一線由誰來主持呢 羅脫口而出說 當然由少奇 毛聽了 臉色十分不好看 用手指著羅說 你鼻子不通 嗅覺不靈 世界上人睡覺 有些睡在床上 有些睡在鼓裡 我看你就是睡在鼓裡 1965年5月 劉少奇接見外賓的時候說 我們的國防部長接班人是羅瑞卿 這個也讓毛很不爽 加上羅瑞卿行事霸道 也有野心 得罪了不少軍中將領 葉劍英就說他人長腳長 手也長 他說 羅瑞卿很會往自己腰包裡裝東西 我在南京發現和總結了郭新福的軍事訓練方法 羅瑞卿並不在意 後來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 羅就打主意了 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 心事動眾的搶攻 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 1965年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 羅瑞卿沒有經過毛和林的批准 自己代表軍委做總結報告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 軍內一些高幹也對幹部定級名單不滿 向林彪反映 而林彪事前對此一無所知 毛澤東日後對此大發議論說 羅瑞卿不是軍委主席 也不是軍委副主席 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 怎麼由他做總結發言 聽說有的老帥組織了一個班子 準備了一兩個月的總結發言稿 怎麼不讓這幾位老帥發言呢 聽說羅長子的總結發言 事先沒有經過軍委其他領導看過 大將也不止他一個嘛 現在許多老帥和大將怎麼沒工作幹 怎麼都養起病來了 黨政軍的工作難道就靠羅長子一個人幹嗎 1965年的秋天受毛澤東的委託 林彪 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打招呼了 但是就在毛澤東葉劍英緊鑼密鼓部署導羅活動的時候 林彪卻按兵不動 沒有找過軍內任何人談話布置導羅 也沒有就此事發布過任何的指示 1965年11月 毛澤東部署的導羅事宜已經箭在弦上 葉劍英再次奉毛的命令赴蘇州見林彪 傳達毛澤東的導羅指示 要求林彪不要再保羅瑞卿了 林彪則藉口身體不好 不願意出面 毛澤東乾脆要葉群專程到杭州去匯報 毛澤東在導羅前採取了一系列的步驟 包括更換中共中央辦公廳主要的領導人 調整軍事系統 高層人事佈局等等 1965年12月 毛澤東親自坐鎮上海 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 著手解決羅瑞卿問題 共有61人遇會 所有遇會者 除了賀龍一個人 不知道會議內容之外 其他人都被打過招呼 心知肚明 而且配合默契 12月11日 羅接到通知 終止行程 乘飛機到上海參加會議 周恩來指示武法縣派一架飛機 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 到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 武法縣說他當即報告周恩來準備派空軍運輸13師的 副師長石念堂去駕駛這架飛機 石念堂後來回憶 武法縣親自向他交代 一 專機上午11點半準時在上海紅橋機場落地 不准提前 也不能延遲 第二 專機從昆明起飛後直飛上海 中途不能有轉彎點 更不能落地 第三 機組人員全部配備手槍 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的時候 你們要聽中央的 空中要注意監視他們的行動 羅瑞卿一次又一次的檢討 就是通不過 葉劍英因此積極批羅在林彪的推薦下 他於1966年1月8日和陳毅 劉伯成 徐向前 一起被毛澤東任命為軍委副主席 又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被任命為軍委秘書長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從此開始了葉在中共高層政治活動的鼎盛期 1966年3月4日 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 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 軍隊各總部 軍兵種 各大軍區領導等 前後一共95人出席了會議 毛澤東指定鄧小平 彭真 葉劍英主持 鄧小平僅在開會的時候露面 隨即赴三線考察 會議的實際主持者是葉劍英 對羅瑞卿刺激最大的 還不是那些表態批羅的軍隊將領 而是羅瑞卿自己心腹圈子裡的幾個人的書面揭發 葉劍英政治上極為老辣 他把揭發的袁劍和賀龍夫婦揭發羅的親筆劍交給羅瑞卿看 說 是是你自己做的 揭發是你自己的人幹的 我葉某沒向外擴散 羅看了以後心灰意冷 從他宿舍的三樓跳下自殺 但是沒死成 腿部受了重傷 羅瑞卿的自殺行為引來毛澤東的不快 說 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 羅的事還沒有完 阎王老子是有原則的 沒叫羅去 羅自己要去也不收 羅向中央要挾沒有用 會議繼續開 會議將羅的問題定性為篡軍反黨 撤銷了羅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從此以後 羅瑞卿曾經擔任的黨政軍所有職務 全部被撤銷 1966年5月4日到26日 標誌開始發動文革的516通知出籠 羅被打成彭羅路陽反黨集團成員 1966年12月20日深夜 一群紅衛兵闖進了羅的病房 將他連拉帶拖 塞到一輛汽車裡 拉到郊外 一個部隊駐地 關進了一間有士兵看守的房間裡 從此以後 羅瑞卿開始了長達7年的被批鬥和被監禁的生活 1967年3月4日和5日 批鬥彭羅路陽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 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 羅瑞卿被放到了一個筐子裡 抬到會場 幾十個人一起被掛上了一塊沉重的大牌子 上面寫著打黑叉的名字 當時他左腿傷口 浸透了鮮血 紅衛兵不問青紅皂白的拳打腳踢 羅的夫人好治平 陪劈 他低著頭跪著 被揪著後脖領子 直到他臉色和嘴唇發紫 喘不上氣來 紅衛兵才鬆手 羅瑞卿的兒子曾經擔任總參謀部 裝備部 航空裝備處處長或大校軍銜的羅宇 在六四事件之後 看透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而出走美國 他在2015年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回憶說 中共的邪惡可歸結到共產體制和馬列邪惡主義信仰 他對自己父親1967年經常帶著受傷的腿 疲憊不堪地被拉去北京工人體育館批鬥的情景 刻骨銘心 他說 我父親在身體健康惡化 腿部傷口已經不能走路的情況下 不得不住院 在治療的五個月裡 被拉到外面一共被批鬥31次 專案組命令他出院 一出院 馬上被批鬥到大腿嚴重骨折 就是這樣 還是接受審訊 1968年6月1日 羅瑞欽給中央寫報告 請求把左腿截掉 7月14日 他的左小腿三分之一被截掉了 林彪在蒙古墜機身亡之後 毛覺得身邊的人都不可靠 前思後想 覺得還是要撿一些罪行相對較輕的人 培養成為可靠的親信 於是讓羅瑞欽寫了揭批林彪的材料以後 在1973年11月24日解除了他的監禁 毛死後 鄧小平復出 1977年8月12日 在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 鄧讓羅瑞欽復出 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 作為自己的助手 鄧看到他每天組著雙拐 拖著殘疾的腿 便要羅住進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治腿 沒住幾天 羅瑞欽便吵著要出院 他組著拐 到部隊檢查軍事訓練等工作 下坑道的時候非常不便 鄧小平又對他說 老羅呀 我已經打聽到了 我們國內在這方面有專家 盧士碧就算一個 你現在抓緊時間到醫院去做治療吧 鄧小平說的這個專家 是解放軍總醫院的骨科專家盧士碧 葉堅英的弟弟葉道英 在廣州遇到車禍 傷勢非常嚴重 是盧士碧經過反覆的研究 給他做了關節致患手術 術後不久 葉道英就能下地活動了 就在羅瑞欽住院準備接受治療的時候 中央有人請來了兩位希德的骨科專家 告訴羅瑞欽 希德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積累了治療殘肢的經驗 而且希德的手術條件 也比中國要強好多倍 如果經過他們的手術 裝一個人造鼓鼓頭 羅瑞欽的左腿功能就會大大改善 羅瑞欽很感興趣 向他們詳細問起了 國外實施這種手術的情況 當晚 羅瑞欽來到羅瑞欽的病房給他會診 羅瑞欽問羅瑞欽 羅主任 你說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 國內有沒有這種技術 羅瑞欽回答說 首長 像您這個年齡 進行人工骨關節的治患手術難度是有些大 國外也是如此 不過我們有這方面的先例 雖然是少數 效果還是可以的 羅瑞欽聽了沒有說話 而希德方面顯得很主動 中共黨組織也很重視 讓出訪希德的衛生部副部長前信中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會長王炳南 和駐希德大使張瞳等人搜集資料 他們向中央寫了專題報告 同時還給希德方面寄取了羅的病情資料和X光片 希德方面答覆說有99%的把握 於是羅瑞欽決定去希德動手術 由夫人郝志平陪同 醫學專家余霞君也隨行 余霞君是301醫院的心腎科主任教授 心血管專家 1978年7月18日 飛機降落在希德的科隆基場 在希德的波恩 羅瑞欽被要求化名為無聲節 住進了海德堡大學的古科醫院 但是這家醫院是一家很普通的醫院 不是當初去中國的德國專家所說的那個醫院 而且給羅手術的醫生 也不是當初去中國的德國專家 經過內外科檢查之後 醫院把手術時間定在8月2號 手術的前一天 郝志平帶了一束鮮花 和大使張瞳一起到醫院看望羅瑞欽 羅瑞欽對郝志平說 你別擔心 早點回旅館吧 明天我還要手術 郝志平離開的時候 羅瑞欽還笑咪咪的向他擺擺手 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郝志平放心的回到了旅館 誰知這竟是永絕 本來說好8月2號上午7點 羅瑞欽進手術室 可當郝志平趕到醫院的時候 羅瑞欽已經被提前送進去做手術準備了 郝志平只好在病房裡等著 中午12點左右傳來消息說手術成功了 郝志平激動的哭了起來 急著要去看羅瑞欽 但是被醫護人員給擋住了 說怕術後感染 傍晚羅瑞欽從麻醉中醒來 醫生替羅瑞欽把術後的左腿搬動了兩下 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羅瑞欽進一步詢問病情 由於他不會得語 醫生也聽不懂中文 雙方無法溝通 一直到晚上12點 醫護人員還是沒有讓郝志平等人進去看他 晚上郝志平不情願地回到了旅館 剛剛熄燈躺下 電話就刺耳地響起來了 緊接著救人重重地敲門 郝志平本能地覺得大事不好 等他心驚肉跳地趕到醫院的時候 是凌晨2點40分 羅瑞欽已經離開了人世 醫生說羅瑞欽是被經激梗塞奪去生命的 郝志平悲痛欲絕地哭問 怎麼會突發心臟病啊 醫生在哪裡 余霞君呢 為什麼不讓我進病房 事後羅家的人一直要求搞明白 國內醫生說好手術前做全身檢查 為什麼醫生沒有給他做 當時國內也有這方面的專家和技術 至少不會住在普通的病房 為什麼不說服羅不去西德 為什麼羅被安排去了一家普通的骨科醫院 都沒有治療心臟病的專業的科士和醫生 給羅手術的醫院和醫生 為什麼不是當初說好的醫院和醫生 羅瑞欽為什麼要被用化名住院 余霞君在哪裡 他在做什麼 羅心臟病發作的時候 有沒有緊急急救 為什麼沒有及時通知專業的醫生搶救 中國的有關人員在哪裡 翻譯當時在哪裡 西德醫生和中央派去的人 有沒有交流 就像李克強的死一樣 羅瑞欽的猝死也有很多可疑之處 很有可能也是中共高層內鬥的結果 可喜的是羅瑞欽之子羅宇 從此對中共有了清醒的認識 六四的時候他看到鄧小平 楊尚昆把坦克開上天安門 他就完全對中共不抱幻想了 羅宇認為 鄧小平搞的官僚資本主義是死路一條 因為這個官僚資本主義 不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它是為一黨謀利益 官僚資本主義很多國家實行了 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它也不可能成功 所以唯一的一條路是自由資本主義 希望仍然對共產黨抱有希望 懷念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那些人 聽了羅宇的話能夠清醒過來 好 今天的歷史故事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